HKCC提供的科技相关副学士课程 各有专修范畴 唯独理科副学士课程 是没有独特的专修范畴 究竟这个课程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现在由课程讲师为你介绍它的优势 科学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小到一粒手机电池或一粒药丸 大致探测地震或发射人造卫星 都属于理科范畴 因此社会对于理学人才的需求非常因慈 正正因为理科范畴广泛 你可能未必能够即时决定专修哪个范畴 HKCC理科副学士课程的最大特色 就是教授理科的基础知识 同时提供四十几个涵盖不同理科范畴的 专业教育科目 令你可以按个人专长和兴趣灵活选科 另外你有机会参加业界广泊 参观化验所和参加环境考察团 毕业之后你会更加了解自己 希望专攻哪一个理科范畴 从而作出明智的升学选择 假如你有智升学本地大学提供多个相关的 学士学位课程给你选择 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生物 兼生物科技荣誉理学士学位课程 化学科技荣誉理学士学位课程 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理学士环境科学 学士学位课程 学科技大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